你有没有练习的 莱衣 要这个再试ris 这是我和心灵之间的事 我必须和他做个童盾 但我不想他们再被绝留着一起 我不想 在看到身边的人手上 我还是像已经一样软弱 蜷缩在安心的角落 抬起头才发现 大家的身影都不见了 一直都是她在保护我 而我 却从来没有真正为她做过什么 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不愿意把她带回身边 我必须 奇亚了 你一直都是这样 明明已经变体了的时候 却还要勉强自己笑着 你拯救了我 拯救了大家 却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痛苦 甚至付出生命 但是 我只知道 在我心里 比起这个世界 你更重要 如果拯救你是一种罪 那么就由我来侵赐这个恶命 再见了 天啊 今天回到校园的提安娜 已经是机子老师当之无愧的课代表了吧 我也很想拜托课代表提安娜同学 帮旷课已久的我好好地补一补课 好啊 让我想想 你才从哪里说起呢 那天 她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好久不见 天啊 她还说 你变化真大 可我当时想 如果放弃变化 就能让一切坏事都没有发生过 想过很多种印象变开的奇迹 不过 这样的事情 又有谁能真正做好准备再去面对 这也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不是吗 往事乐土 那是世界社干部的失恋之地 一个由记忆和记忆体构筑而成的世界 那里沉睡着前文明的十三位英雄 包括班长 包括凯文 更包括那最初为人类而战的律者 他们把自己称作 烛火十三英介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我在那里追寻着恩怀的秘密 追寻着 身为律者的意义 而在旅途的末尾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 却也不得不秘密 难以接受的决定 一起感伤 现在留在我脑海里呢 更多的还是感动 在抵达终点之时 他们所留下的意志 也最终对我们这样的后继之路 传承了下去 牙医 在面对与我有关的同一件事时 牙医的情绪波动 会比其他人更大 所以我希望 一起我或是世界 你能把自己 放在更重要的地方 我想 很多时候 我会再次面临 难以取舍 足以改变你我命运的角色 再说到底 其于我这种成长契机 让我开始喜欢上世界的人 Kiana 是你 牙医 我们一起回家吧 好啊 Kiana 我答应 我们一起 回家 我答应 我们一起 回家 我答应 我答应 你已经快点了